然后我们再来看 下一个问题 其实这个是北京高考考过的一道题 当时作为一个选择题 我们觉得其实还是很有弊端的 为什么 因为选择题 它其实怎么说呢 如果考一个图形问题 你实在不行 其实拿尺子量一量也可以 而且它几个选项差别都很大 所以你要不如果图画得很准确 其实都可以量出来 所以我们经常讲 就是你考试要注意这种计程性问题 但我们在这就先不说这个 因为我们作为一轮复习 最重要的是把知识先打扎实 然后我们现在看 它这个题考的就还很有意思 它说从原点去做谁呢 做这个圆的两个切线 然后让你求该圆夹在两条切线之间的略弧长为多少 好多人猛的一看我靠长大剧 都读不懂 对解析紧合毕竟是个紧合问题 最好画个图理解一下 其实这个题简单的讲就是这样的 我也不画那么准确了 它大概意思就是有一个圆 圆形半径 其实你都可以配出来的 比如我们做这种题 应该先配圆形半径 怎么配圆形半径呢 把它配成标准的 X减A括弧平方加上Y减B括弧平方等于R方 把它写成标准的原方程 那我怎么配呢 X这就一个 所以你就直接写成X减0的平方就完了 所以我就想X方 但是这个Y需要配一下 怎么配 能看到吗 配多少 应该配个36吧 Y方 A方 RAB B方 对不对 所以你这如果是RAB 你差一个谁呢 差一个6的平方 就差个36 所以你加36还可以减36 对吧 所以最后就变成 多少 就变成负9了 因为倒是个27 减36变成负9 移过来以后正好是正9 所以它最后应该是 Y减6的完全平方 然后最后把9移过去 等于3的平方 所以这就是圆形半径式 所以简单的讲 它有一个圆形是谁呢 是06 然后半径为3的圆 然后呢 让你过00点 做两条切线 这是圆外的条切线 没有让你求前方程 对不对 也没有让你求前长 它让你求 这两个切点之间 所夹的这个略弧的长度 那我怎么求这个略弧的长度呢 所以在这个位置 需要同学们 跟着我一块来寄一个东西了 就是我们刚才 画出了一个 这种特殊的直角三角形 这个直角三角形 第一个是可以求切线长 我们已经熟悉了 另外一个 它是可以求角度的 怎么求角度呢 就是利用边比边 来求角 就是因为你这个半径知道 这边是3吗 然后你原形套一个 到那个点的距离公式 比如自己一看就知道了 你原点吗 这边是00吗 所以这点距离应该是几 应该是6 然后你勾股定理可以算出这点长度 你比如这点长度都很好算的 这是直角 也不用勾股定理来算了 1比2比更上3 对不对 3和6是不是正好1比2 所以它这肯定是三边靠3 所以你要让我算七点长度 我一次就出来了 我们知道这几个边的长度以后 其实是可以推出谁能推出这个角的 如果这是特殊角 那你就能推出度数 如果不是特殊角 你说可以求出三角数值 对不对 你三边都知道了 正拳就是对边比斜边 余拳0边比斜边 正切对边比0边 就完了 所以有时候它可能会让你求一下 这个角的比如三角数值 这个角其实又没什么意思 对吧 你说这个角叫什么角 叫锐角 当然是锐角 这个角本身没什么意思 如果你再把跟它全等的 这个三角形给它画出来 那么由于这个角如果你能求出来 这个角是不是也能求出来 那么把这两个角放在一块 就有点意思了 这叫什么 这叫圆星角 所以也就是说它是两个七点和圆星连起来的一个圆星角 如果我们知道圆星角 其实你是不是可以求很多问题 对不对 所以我们把这个东西给大家引出来 这个题其实就是这样 我们先利用它是一个特殊角 因为一边比高下三 所以这应该是多少度 六十度 如果这是六十 反面对称也是六十 整体圆星角多少度 一百二度 得到这个一百二度以后 那么接下来我们能求什么东西呢 给大家写一个式子 这个东西叫做部分与整体 在圆星角 如果你已知圆星角是一百二度 你可以求什么呢 大家跟着一块来记 这叫做部分 部分 写的不是很好看 比上谁呢 比上整体 部分比整体都是相等的 什么部分呢 就是首先你这个圆星角 R法去比上谁呢 去比上三百六十度 这不叫部分比整体吗 当然你也可以写成谁呢 R法 你要写成弧度质 你就比谁呢 比二派 圆星角是一部分 对于整体来说应该是三百六 它应该等于谁呢 等于弧长 是不是L 弧长也是一部分 比上整体应该叫什么 叫周长 那么周长叫什么 叫二派R 叫周长公式 然后还等于谁呢 我给大家等到旁边 等于散型的面积是部分 这个叫做S散 比上谁呢 整体是不是圆的面积 而圆的面积应该叫什么 叫派R方 所以它有时候 可能是给了这个度数以后 让你求谁呢 求弧长 有可能还让你去求面积 其实都是一样的 那都是一样的 所以我们不论是求弧长 还是求面积 其实都要先搞出这个角来 那你这个圆星角 怎么去弄出来呢 你给先用直角三角形来求边 边出来以后角就出来了 所以我们把这个题 做一个简单的解答 结束了 就是120度是圆星角 比上360度是整体 应该等于弧长 比上谁呢 整体周长 应该是2π 然后半径为几 刚才说过了 半径应该是 这个题应该为3 所以最后就出来了 所以这码是多少呢 这码应该是三分之一 对不对 这个三 这个三约了 最后L等于是2π 做完了 它就这样 所以我们可以看一下 这个题的解答 就是这样 利用部分比整体 部分比整体 最后就算了 当然我这个图 刚才画的不是很准确 这个就应该相对比较准确了 所以这是我们切线问题中 的两大件事 第一件事叫做求切线 第二件事叫什么 叫做圆相切的时候 它的所谓的性质问题 然后最后我们补充一个 这个就是相对可能 比较综合性 复杂性的体面 是这样的 我们来看这个相对 具有一些综合性的体面 这个题说 过6-8这个点 然后做圆的切线 那么这个点 首先你应该先判断在圆 圆内还是圆外 别我问同学们 你觉得这个点在圆内 还是圆外呢 这也是一个小性质 如果我把这个点带去 正好满足圆的方程 它是不是应该在圆上 如果它带去以后是小圆数 那就是在哪 在圆内 如果大圆数 这是圆外 当然实际上它是一个 两点人距离公式 很容易就推出来的 所以这个点明显在圆外 所以如果要想做个草图的话 开始了 因为几创题 它毕竟是个图形的体 最好画的草图 所以题目大概意思 可能就是这样 有一个圆 通过圆外一点 是不是做两条切线吗 然后呢 做出这两条切线以后 题目呢 既没有让你求方程 也没有让你求践长 也没有让你求角度 它让你求的很有意思 它说这个点叫C 做两条切线 让你求一下 这个切点为AB 让你求一下C点到AB的长度 C点到AB的长度 让你求这个长度 那同学们想一想 你怎么求这个长度 但好多人最直观想的 就是如果我要能求出AB的方程 那我想求C到AB的距离 那我就可以点到这间距离公式 这不知道大家能明白吗 就是你如果求出AB的方程 那么你再套一个点到这间距离公式 因为你点到这间距离公式 是需要方程的 虽然C点已知 你没有方程 你也没法套点到这间距离公式 来求那长度 但是这条方程 其实是非常非常难求的 如果你要想求这个长度 仔细想一想 其实没有必要 怎么说呢 就是其实是没有必要 求出这个方程的 为什么呢 你要想求这个距离 你知道你只要求出什么就行 对吧 有人说我求出这点长度 和求出这点长度 我勾骨定理 也算是比较的想法 但是实际上你这点长度是求不出来的 你能求出的是这一点 现在回答 为什么 为什么能求出这一点 因为这一点叫切线长 根据我们刚才的分析 这个切线长是可以求出来的 用谁呢 用圆心到C点的距离 和谁 和圆心以及切点的连线 利用这个直角来算切线长度 求出切线长度以后 我怎么就能求出这一点长度呢 其实利用的是这个角 你可以先把这个角的什么求出来呢 我们讲叫做余选 你先求出这个余选 余选是你零边比上斜边 如果已知余选 你斜边又知道 想算个零边 不是很难吧 而我们刚才讲过 这个余选能不能求 可以 这个余选怎么求 就放在大的三角形中 用零边比斜边就求出来了 或者很多同学可能一气合成 直接利用这个直角三角形 和这个直角三角形 对吧 然后怎么办 用相似笔也能推出来 所以简单的讲 这个题其实真是没多难 要没多难 就是我如果想算这种题的时候 它最重要的一个问题就是 解析结合 它本身是一个矛盾题 就是它本身是一个 怠速手法处理几何问题 但是你不要忘了 人家认识是一个几何题目 所以它一定是包含几何性质的 所以我们觉得是算一算 看一看 算一算 看一看 应该是算看相结合来做 所以我们做题的时候不能太猛 有些同学就太猛 就上来后求现在这个AB方程 AB方程能不能求 可以求 但是 说实话是得不偿失的 非常非常麻烦 所以我们在这儿也不做详细的讲解了 所以希望同学们能够明白 就是几何类型题目 要注意边算边看图 然后几何性质和怠速解法之间相配合来做 那么对于这种圆的图形 由于它非常完美 所以它设计的性质可能会更多一些 像直角等等很多 其实都是跟圆有关系的 所以我们这个题看一下答案就结束了 它的做法其实很简单 就是怎么做呢 先是这样 先算出谁呢 先算出OC的长度 先算出OC的长度 用圆心00到谁呢 到这个-6 正6-8 两点距离公式很容易就算算了 OC长度应该是几呢 应该是10 然后再利用半径 已经给了 半径是几 半径是5 所以利用半径为5 圆心和切点连线 跟谁呢 跟这个东西是垂直的 所以这儿是个直角 所以半径为5 这个长度为10 所以很容易就算出来 那个AC为几呢 AC为5为0号3 算出AC的同时 其实我没有很轻松的算出 这个角度应该多少度呢 又是那个30度 一边比0号3 就算不是30度 也行 你可以先求它的余圈值 这个Cosine角 这个ACO 算出它的余圈值 余圈值应该是谁呢 0边 比上斜边 那么0边是谁呢 5倍高2 斜边是谁呢 就是10 所以它应该是2分之高3 其实就是那个30度 你算出这个余圈值以后 或者你直接利用相似笔 去比那个长度也行 你算出余圈值以后 再把它放到这个直角三角行动 因为你不要算C点到那个AB的距离 放到这个直角三角行动 在这个直角三角行动 0边是我们要求的 我可以把它设成谁呢 设成那个D 你也不知道求这个D 然后斜边是已知的AC 刚才算出来了 5倍高2 所以最后 它是很容易一解一个方程 最后答案就出来了 所以最后一过来以后 应该是15 再出一个R 2分之15 所以最后的长度就25 一次就出来了 或者你利用相似笔 什么都能算 都能算 所以我们又补了这么一个 相对可能有一些综合性的问题 然后把这个相切的问题 跟大家说了一下 就是这样 然后我们去看这个图 大家会发现 其实我在底下又做了一个圆 这是一个什么意思呢 这个其实想给大家 引出来一个问题 叫什么 叫做香蕉圆的公共弦问题 刚才有同学 可能会想 就是如果你要让我求距离 我如果能求出这个直线方程 套点的这件距离公式 不是出来了吗 很好 那你怎么求这个直线方程呢 如果想求直线方程的话 这个题有一个非常快的方法 就是什么 用相交玄性质来做 什么叫相交玄呢 就是如果有两个圆 两个圆相交于AB两点 那么它这个玄的方程 为什么叫玄 或者叫弦 就是这个弦既是这个圆的弦 也是这个圆的弦 所以它叫公共弦 或者相交形的公共弦 都可以 如果你想求这个相交弦的话 它怎么做呢 其实只要让两个圆的方程减一下 就可以了 就OK了 所以我们现在想 如果这个题 比如我在图文给大家画个图 如果这个题 你通过这个点 引一条切线 引一条切线 你想求AB的长度 不是AB的方程 其实这个AB的方程 还不太好求的 你如果想求AB的方程 你怎么就能快速解除 AB的方程呢 其实你应该先考虑一个问题 什么问题 这个AB不光是一个切点的连线 其实它还是两个圆的公共弦 或者三个弦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有一个性质 对吧 圆形和切点连线 咱是不是直角 圆形和切点连线 咱是不是直角 然后咱又暴露出来一个性质 叫什么 叫做直径 锁钝的角 应该是什么 应该是周角 就是给你一个圆 它直径锁钝的角 应该是什么呢 直角 就直径锁钝的这个圆周角 应该是什么 应该是直角 所以我画这个图 大家可能都能够明白 就是这个 我随便画一个圆 那么直径对应的这个周角 应该是直角 反过来 如果你是一个直角顶点 你一定是以斜边为直径的圆上的一个点 那你现在回头再看 我们用测这个图 就是你现在这儿一个直角 那你A点一定是以斜边为直径的圆上的一个点 那你B点一定也是以这个斜边为直径圆上的一个点 所以你最后发现 发现什么 AB都是在这个直径为圆的这个圆上的点 而我把这个圆再暴露出来以后 我们现在 这个图就很壮观了 那么AB就变成以致圆和我们做的这个圆的一个公共贤了 而公共贤它就有一个公式来求解公共贤方程了 所以这是我们给大家引出来的一个问题 但是故事就是这么巧妙 就是你越引问题越多 就是我们刚才先引出来一个问题 叫什么 叫做公共贤这个问题 然后想求公共贤又引出来一个 对吧 直径对你的周角为直角的问题 然后现在其实又有一个问题 就是如果你要想求公共贤 其实我们那个公式很简单 就是让这个圆和这个圆减一下就可以 一会大家一说你就明白 关键是 你要想求这个你构建出来的圆的方程 你应该怎么求呢 当然好多人会说 这个老师好球 我先求这个圆心再求半径就出来了 我们一般不这么做 所以看这块又引出来另外一个问题 我把这个凌乱的东西给大家去整理整理 所以这个题其实还很有参考价值的 就是我们先整理第一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叫什么 叫做直径所对的那个周角 当然它是圆周角了 应该是多大 应该是90度 反过来 如果给你个90度 它一定是斜边对你的圆上的一个点 所以我们这个东西引出的第一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 我们把它叫做圆的直径方程 这个题你不难发现 实际上 我们可以看下面这个图 实际上利用这个直角和这个直角 对不对 它都是在以它为直径的那个圆上 所以我们是不是做了这么一个圆吗 你做出这个圆以后 怎么写这个圆的方程呢 我们是有一个圆的直径方程式的 因为你发现这个圆 实际上是不是以OC为直径的圆吗 当你发现一个圆 它是以C为直径的圆 你在想写方程的时候 就不一定非给套 X-A括弧平方 加上Y-B括弧平方 等于R方 这个不叫圆形半径式吗 你就不一定非给套这个了 为什么呢 如果涉及到直径 我们一般怎么写圆的方程呢 它是 X-X1乘以X-X2 加上Y-Y1乘以Y-Y2等于0 这叫圆的直径方程 其中X1 X2 Y1 Y2为谁 为圆的什么直径的两个端点 X1 Y1是圆的直径的一个端点 X2 Y2为圆直径另外一个端点 所以这个叫做 如果已知圆的两个直径端点 直接套这个公式 那个方程就出来了 所以我们把它写在这个位置 叫做X-X1乘以X-X2 然后再加上Y-Y1乘以Y-Y2 算好了 结果等于0 就是这个 所以这是我们这个题 告诉大家的第二件事情 所以我们回头看 如果这个题 你想求这个圆的方程是非 非常简单的 为什么 因为它的直径是谁 OC O点是谁 0 0 C点是谁 就是6-8 所以你现在看 我怎么写这个圆的方程 一次搞定 X-去第一个横左标 0 乘以X-去第二个横左标 6 再加上Y-去第一个横左标 0 减去外 减去第二个纵左标 应该是谁呢 -8 那就是加8 然后最后等于0 这就是那个所谓圆的方程 求度圆的方程以后 简单整理一下 怎么写呢 我就给大家写的上头 X-去6X 加上Y-去谁呢 加上 加上一个8Y等于0 这就是圆的方程 大家可以记好 所以对于我们这个题来说 其实就非常非常快 我们把这个方程从前面吧 有点乱 记好了 X-6X Y-8Y 所以它应该是X-6X X-6X 加上 Y-8Y 等于0 这就是最后那个圆的方程 然后得到这个圆的方程以后 回头看 通过这个题告诉大家的第三件事情 就是这个 它叫做公共的香蕉弦方程 如果有两个圆 它们就是公共的这条弦方程 怎么去求呢 非常简单 它叫做用圆一方程 减去圆二方程 得到的就是这个弦的 那个所在之间的方程 就出来了 所以我们这个题 除了刚才的那个性质公式 所以大家要明白 我们包含的是两大块 一大块是性质公式 就是你利用那个特殊的指角相形 可以求切线 可以求角度 这是一大块 另外的话 很多可能是一些补充的公式 然后先把前头 刚才讲过的这个问题 大家好好理解理解 就是我们举了几个例子了 对吧 就是你一旦相切 它就会有一个直角 圆形和切线连线 是随之切线的 对圆形和切线连线 随之切线 倒是一个直角 利用这个直角可以做很多事情 对不对 就是你第一个 有可能会求斜率 对吧 以直曲线上一点 切线问题求斜率 对吧 然后另外一个 用这个可以直线长 对吧 求出界线长以后 边比边可以求角度 对吧 求出角度以后 其实我们这个题 反推 是不是又可以推出一个 那个到的距离 对吧 因为你求出预宣值以后 零边比鞋边 就出那个距离 对吧 但是我们现在呢 用方法二又解答一遍 又引出了很多性质 所以我希望各位能够理解 我不是为了给你引出一个 另外一个解法 来讲这个解法的 而是想通过这个解法 其实通过一道题 你下来把这个题好好看看 可能所有原的问题 你就都记住了 但这种说法 可能也有一个弊端 就会你感觉很凌乱 所以你用两种解法 都试一试 可能通过这一道题 就把所有原的内容都搞定了 它一个是直角三角形 另外一个是一些小的性质 第一个性质就是看到直角 你能不能想到是圆上的 对不对 或者是圆上一点 你能不能想到是直角 另外一个给了直径 怎么写方程 最快的方法就是这么写方程 这叫做直径方程法 就是x减去切点 不是切点 x减去直径端点 乘以x减去直径端点 加上外减端点 外减端点 所以最后这个就是原的方程 另外一个是公共弦的方程 等于两个圆的方程做x就出来 所以现在看 我们这个题马上就做完了 为什么 看 我们刚才写了一个公共弦 不是 写了一个圆方程 是不是这个 然后题目还给了一个圆方程 是最早的一个圆方程 是不是这个 所以你现在想求 这两个圆的公共弦 就是它们相交的这个弦 你看怎么求 只要让这两个做个x就可以了 所以它背后的方法 我也不给你详细讲了 因为这个理论还挺抽象 考试也不会让你正的 所以你只要把这个东西记住就可以了 所以如果涉及到公共弦的问题 一做差公共弦就出来了 所以你看我怎么办 让两个式子做差 所以两个式一做差 xx消掉了 然后外方外方消掉了 所以最后留下的应该是谁呢 减-6x等于正的 减8y那就减8y 右侧25减0应该等于谁 等于25 这就是最后 这叫什么东西 那个公共弦的方程就是它 然后你再套一个c点 到这个直线的局对公式 就把那个长度算上了 你要不信可以自己套一下 我在这就懒得给你算了 跟刚才答案是一模一样 所以本身其实没多难 但是这个题实际上两种不同的解法 揉的一块 告诉我们很多重要的原本的性质 所以顺便在这也可以给大家去提一些 就是学习方面的建议 对吧 就是我们在学习的时候 很多同学其实做题只追求量 很不追求值 所以很多人都不明白 老师你疯了吧 对吧 你讲这么多种解法 其实多一种方法 多一条后路 你考试的时候就会 对吧 就记起这句话 另外一个 其实你一题多解 可以发散思维 而且通过这一道题 你可能会掌握很多知识的 所以我们特别希望同学们能够 就是掌握这种一题多解的学习方法 你不用研究特别偏 但是你认认真真地抠上几个题 把这个题实际想明白 怎么回事 来弄去卖 然后把这个题可能涉及到所有东西都给你揉起来 然后你下面多研究几道题 可能比你盲目的去做很多题都没有什么效果 要好的作作 所以这个题不是是一个非常非常经典的题目 它是有传统方法来做 还是用性能来做 另外一个 如果你水平足够高的话 确实可以用题目 就是所直接引导的 他不知道你求C到AB的距离吗 你让我求C到AB的距离 我就套点到这间距离公式 这就是直接引导的方法 那你要套点到这间距离公式 你就给求千方程 而不是求弦的方程 而求弦的方程 其实它暴露出来很多细节问题 所以都是我们讲的这件事情 然后它的解答 跟我们刚才说的一样 就不再说了 然后我们现在来看一下 小见一下 切点和圆星连线的这条半径 是垂直于谁切线的 这个会引出来一个RT三角形 这是我们刚才讲的 最重要的一个小性质 所以刚才就给大家讲过 圆的问题包含两大块 一个是 这切线问题包含两大块 一个是如何求其间方程 我们组了四种类型题 然后另外一个 就是跟圆相切的时候的性质 这是最重要的一个小性质 就是这个直较算型 这个直较算型可以求体现长 可以求角度 可以求弧长 可以求面积 所以就是我们说那个部分比整体 然后我们补充了一个东西 叫什么 公共弦和直径式 所以我们现在看 这是刚才给大家说的 我们把它改成了一个正名题 也挺有意思 其实很简单 就是以AB为直径的圆 那么它的圆的方程 是一次可以写出来的 就是我们刚才写的这个式 其实如果想正 其实很简单 就是用那个斜律可以垂直 用轨迹法一正就完了 就是如果你A点X1Y1 和B点X2Y2为直径 去做一个圆 这个圆的方程怎么写呢 可以利用轨迹 顺着XY 认取一点顺着XY 然后利用这个垂直写一个斜律 最后一打开就是它 斜律成绩为负一 一化点就是它 所以这个其实也没多难 所以我是用另外一种方法 给大家证理一下 就是你可以用那个圆形半径式 给它证一下 这也是一种方法 另外一个这个其实是很简单的 就是认取一个 斜律乘斜律等于负一 最后一化减就是上头 所以大家可以有兴趣看看这个 但最重要 希望大家能把这个公式进 然后再看 这是一个补充的练习 希望大家能够反过来理解 就是给你一个直径 对应的脚肯定是直脚 但给个直脚就跟我们刚才做那个练习一样 你能不能反映它是圆上的一个点 所以如果我们增出这么一个练习 AB为斜边做直脚三角形 求那个C点的轨迹方程 你能想到它直接就是圆吗 其实很容易想到的 因为肯定是圆 因为你以AB为斜边做直脚三角形 那个直脚三角形顶点运动 但是它怎么动 轨迹都应该是一个什么一个圆 但如果增出这个选择题 它是容易出错的 为什么呢 人家毕竟是直脚三角形 对不对 所以你通过AB反复做直脚三角形 这个C点的轨迹肯定是一个圆 但是它要抠去A点B点 因为你C点如果在这的话 它就不叫直脚三角形了 它就拍别了 所以我们一般就叫圆上 就是抠去两个直径端点的一个 这个轨迹图形 今天是这样的 所以你要想求方程 但是也很简单 因为我们有直径方程式 就是X-2加上乘以X-2 再加上外减0乘以外减0就完了 因为两个纵约是0 所以这个也不做详细的解答 这非常简单 所以这就是我们说的这部分问题 然后又补了一个香蕉弦的问题 那么这个问题是一个香蕉弦 如果这个圆和这个圆相交于AB 求AB的方程 所以大家刚才可能还记得 如果香蕉弦想求方程 怎么办 直接做X就可以 让两个圆做X 做下来那个X就是谁 就是AB所在的直径方程 就完了 所以这个其实都没多难 所以一做X最后方程 马上出来了 大家可以看就可以 所以这就是我们切线问题 所涉及的几件事情 就是这样 包含了如何求切线方程 以及跟圆相切的时候的几个 所谓的重要性质 所以希望相信大家 这一部分都已经记住 并且理解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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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